今天课程的纲要 我发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我会先把自己稍微简介一下 第二个介绍一下参考的书目 再来的话 课程稍微作为内容简介 当然你能从这个课程学到什么 不过今天 只有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能够讲的内容 其实当然 不太可能像一般常规性的课程 讲得那么清楚 范例部分的话我会举三个实际上的例子 那不过可能最后一个例子是当各位的练习题 可能如果实践上来不及的话 那最后一题就当成各位回家的作业 OK就是会有多一些练习题 那你要想说活学活用 比如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报表 那这个地方如何利用数据分析表自动帮你产生 那首先的话呢我大概第1个稍微讲一下 我们这个学期目标 那主要的方向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 苏纽分析表之前 记得你一定要先做资料的正规化 很多人对那个资料正规化 比较没有概念的话 你就没有正规化的资料丢给苏纽分析表 所产生的这个苏纽分析表的结果 那一定会惨不忍睹 所以很多时候 问题应该是出在资料的正规化 就是资料处理成 苏纽分析表能够吃得下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里面当然你需要什么栏位名称 一定要很准确 比如说你不能给他一个编号 编号出来的结果一定不会是名称 所以如果你要变名称的话 你要把名称查出来 那第2个的话呢当然 还有其他包含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跨栏 至中的 很多跨栏至中 当然也不行 特别就是 你要把那个 就是苏纽分析表 需要用到的资料 一定要用 类似像资料库 你要有资料库的概念 那资料库里面的话大概长什么样子 你就要把它做出那个样子 那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如何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正规化 再来的话呢利用 已经资料正规化好的资料 做所有的资料分析 然后把图 把表先做出来 再把图做出来 最后呢做一个交叉 分析 OK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学习目标大概是这些 所以三个范例里面 都会 讲到这些啦 另外我会补充一些有关那个 就是再更 进一阶的 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做重复的事情 有没有办法让那些事情 不需要重复做 不过不需要重复做的话 你恐怕就要学一点简单的程式 因为简单程式的话 可以 自动一键按下去 自动把所有的报表帮你产生 是绝对办得到的 因为现在很多工作上面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只要你固定的流程 按一个按键呢 自动全部都完成 所谓的那个工作的自动化 那首先的话呢 因为 对这边其实 不陌生啦 一来感觉好像来了那个五星级饭店 好像今天感觉是来享受的 后来发现今天好像不来享受 今天是来 分享的 感觉不一样 美轮美奂的 那首先的话呢 我稍微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其实如果 可能 你要 找到我相关的资料太容易了 因为网路上面的话 分享太多的相关的 包含部落格 所以如果你Google 吴老师的关键字 第一个就我的 部落格 OK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YouTube频道影片太多了 我从2006年有YouTube开始 我就利用YouTube 上传一些教学影片 那主要是 因为 上一些课程 难度有点太高 学生跟不上 怎么办 录下给他看 录完 回去自己看 不会的话是你的事 我已经录下来了 对不对 尤其像那个程式的课程 所以我现在教的课程 这个算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因为呢 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真的太简单了 我还导比较建议 你们可以多写 学一些程式 因为 如果你不写程式 就图款链钢 就是你滑鼠键盘 一直不断的在操作 那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写个回圈 啪啪啪 全部就做完了 OK 待会演示给各位看 太好用了 只是说 那按部就班 我们就是 先了解 那个重点在哪里 然后慢慢的话可以 可程式化就可程式化 所以你在网路上 搜寻相关的 影片 不过目前我教最多的 还是以Excel为主 Excel里面包含相关的应用 跟那个 VBA的程式设计 还有资料库的应用 另外的话 还有现在比较夯的 像Python Python我也加 然后 VBA到Python的课程 混用的方式 我也在网路上有做分享 所以如果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在 在自己在那个Google一下 这是我相关的简历 但我的 简历比较 重点应该就是 我程式设计 已经写了20几年了 教程式 教 相关课程的 经历大概也应该有20年左右吧 另外的话 当然在 学校单位 也有帮忙 教一些课程 还有业界 到学校 去帮忙 讲一些实际的 案例 另外有那个 实际上的那个创业经验 也得了一个 金峰奖 结出创业楷模 另外的话 我也是一个YouTuber OK 其实不是我 不是YouTuber 我是把影片放上去 我并不是刻意的 把自己 变成网红 不过目前的 那个 订阅人数也有 2万 大概2.3万 23K左右 观看次数的话 看一下好像也500多万次 我频道里面 其实没有一些搞笑的 不像一些网红 看都是介绍 吃喝玩乐 我女儿最厉害 她比我还厉害 什么 哪些YouTuber 她都具细迷 比我还了解 那我里面放的都是教学影片 教学影片 如果说你想要学一些 工作上会用到的话 欢迎你到我的频道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 我想你应该 可以看到蛮多东西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个志强工业基金会 去年颁了一个奖项给我 卓越贡献教师 你看没看错 卓越贡献 那个文大的推广部也颁了一个奖项给我 叫 趋势先锋 OK 那旁边站好像是一个律师吧 他怎么忘记了 蔡志雄 还是这样是吧 他跟我比的话 显得他有点 太瘦了 不是 其实他本来没那么瘦 是因为我比较胖 所以我刻意把 图条 瘦了 变成他太瘦了 我最近有稍微瘦一点 因为我克制一下 因为 品质太好了 那另外的话 当然证照也是一堆 当然有时间我就考试 不过考试并不是说我今天需要证照 而是我想要 尝试一下证照的那种感觉 所以 上个月 上个月的话又去考一张那个 Python 3的证照 大概花100 他考试时间100分钟 不过我考10分钟都出来了 因为我只是体验一下 不然的话以后要教学生说 你要去考证照 结果老师你有考过吗 考过了 对不对 如果你没考过的话 你没有说服力 我想在学校 很多老师根本自己都 不熟那个东西 然后来教那个东西 那当然相对的 教出来品质就会有问题 OK 而且最重要是实作 因为我不是只有那个嘴巴会讲 我还真的会做 OK 而且我写的程式 我课程里面所写的所有程式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写的 当然会参考别人 可是还是会改写成自己的样子 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 去把程式写出来 那这样的话好处是 你不用10倍 OK 所以我的证照大概不知道几张 应该有30张有了吧 那订阅人数的话 也突破了两万三 那接下来的话参考书目 所以刚刚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实 重点应该是在 我想比较大家 能够记得起来可能够Google吧 因为现在我发现 你实际上的精力 慢慢还是要转换成那个 现在比较潮流的 比较有意义 或者的话 一般人还是记不起来 那我这个课程里面有参考一些用书 包含这一本我觉得还写得不错 有极学极用 什么超简单的 Excel 枢纽分析 这本书 它是奇标的 那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有台湾翻译过来 我是觉得这本写的还蛮有系统的 里面的话呢 他举例把 Excel里面可以用到的功能都稍微说明出来 那当然呢其他的话 在整理资料 刚刚讲过 资料正规化之前 恐怕你还是要了解有关 函数的应用 函数应用的话 我这边举一本书 468招 他其实468个范例 里面就是把所有 Excel 250几个函数 通通都 做一些说明 这个当然在你们 讲义里面 应该是第11页里面就有了 我有把那个 再把它包进来 其他有关 资料正规化处理的话 可以再用到VBA 这几本书 给各位参考 那 再来的话有关 就是 除了说上课的讲义之外 那可能会用到一些 写到一些可能 公式或者 一些程式好了 后面可能会带一点点 如果说 你担心那个程式你打不出来 或打错的话 那我云端上面有放 不过我们这边好像 连网有点问题 至少把它放在这边 你有需要 你可以连网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 gg.gg 这个是一个网址 他会自动转指 那后面的话 就是枢纽分析的英文 叫Pirate Tables OK 如果你连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他会跳 跳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那这边的话 我是 在这边 如果你跳进来的话 应该会看到 枢纽分析表的基础跟进阶班里面会用到的 所谓云端白板 因为这边不好写白板 所以我就把那个会写到白板上面的东西把它写到云端上面 那里面包含哪一些呢 就是可能会用到的 相关的公式 跟那个 一些 程式的语法 可能会用到一些程式 我写了之后 感觉还是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你要自动化 一定要会写程式 那怎么写 我想你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云端这个网址 刚刚提到这个 gg.gg 斜线 Pivot Tables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 赶快进入到主题 所以第1个的话 请各位呢 先帮我开启那个 我们的列席档 那个列席档的话呢 在我们 应该都有那个 列席档 那你就把列席档里面呢 请找到 叫做 通讯产品统计的这个原始档 OK 那第1个的话呢 大概我们就 我刚讲过了 第1个我们就是要先做资料的正规化 资料正规化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加到 枢纽分析表里面 然后做出我们要的样子 那里面呢 大概包含了有几个重点 第1个 我 把 也刚讲到 资料正规化 OK 然后呢里面呢 可能就是说呢 把资料正规化 那正规化里面包含哪一些东西呢 细节部分 请各位 稍微把档案打开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 大概会有几个 你可能要注意的 我刚讲过 如果你要 做苏纽分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 是我将来要分析的资料来源 但是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他的资料编号 资料编号部分的话 他都是 用 就是 跨栏至中的方式呈现 特别注意 你在做苏纽分析的时候 一个大忌 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 跨栏至中 因为在资料库里面 没有所谓的跨栏至中 那所以第1个 你需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跨栏至中的部分 把它取消掉 OK 如果你没有把它取消掉的话呢 会产生问题 第1个 不过 因为我这个 档案有更新过 因为他这个区域编号 好像 就是 有点问题 跟最后做出来结果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的 那个 你的范例里面 区域编号里面 待会 如果跟我的 长得不太一样 请你再把它改成一样好了 比较最后结果会是 比较一样 那我的 就是第2 就是西兰的第2列到第4列 应该是A01 如果你的好像不太跟我不一样的话 请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A01 第5列到第6列是A02 然后第7到第9 是A03 然后 再来就A04两个 然后就是1234 就是01的三个 02的两个 03的又三个 04的又两个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01三个 02三个 然后 03的话 又两个 最后一个 OK 这样的顺序 只是说 我们 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拿去 做 枢纽分析表 分析的话 那 第1个是行不通的 所以你要先把资料 正规化 正规化部分 第1个 就是要先把 跨栏字中 把它改成 没有跨栏字中 这第1个问题 OK 第2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里面都是编号 有产品编号 跟区域编号 但问题我要统计的是名称啊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名称 放到 这个 就是编号的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边的话有第2个需求就是 只不过把编号 再 把它的 名称 查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会需要多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什么呢 产品名称 一个栏位是 区域名称 那最后的话 当然这样的 才是符合 枢纽分析表 可以用的一个 资料形态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资料形态之后的话 那我们才可以 拿这个资料 做后续的枢纽分析表应用 所以第1个 我们待会呢会用到的就是 讲到的第1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资料的正规化 也就是以后你的资料来源不是 那么正确的话 可能要说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刚刚讲过你这个 这个地方可以先试做看看 如果 待会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把什么 第1个就是 这个 如何把那个字中 跨纳字中取消掉 然后呢如果取消的话会有第1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它里面 所以你要把它取消的话 你可以找到常用里面的跨纳字中 再按一下 它就取消了 但是问题底下会有空白 的储存格怎么办 你就必须把 这个范围的资料 再把它填上跟上面一样 OK 上面一样的话 你当然不是负质贴上 负贴 人家花很多时间 什么方式比较快 OK 这个可能先 试做 第2个就是说呢 在 那个我们的 这个 编号的后面 再帮我做出两个蓝位 这样的资料 这是第1步 所以待会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试做看看 第2步的话呢 才是建立 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了解 如何新增 移除 这个 分析表上面的蓝位 因为它这个蓝 比较特殊说 它纵向是列 横向才是蓝 那上面会产生它的蓝位的名称 可是那个名称如果你不希望显示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它 不要显示 再来的话调整 这个 苏纽分析表的蓝位 有些哪些要哪些不要 再来做一个筛选 并且做更新 最后做美化 然后呢 我们最后再把那个 苏纽分析表的图 给画出来 OK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们要按部就班的话 该怎么做 那 待会的话呢 我们其实 在示意图 在第16页的话 就有点像是把 第1个先正规化 成像 画面上看到的 有那个名称 然后呢 有那个 地区 最后做个表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 我们做好的这个表 然后呢 再把它 做成 枢纽分析表 里面的话呢 有哪一些重点 待会跟各位做说 comun 第1个 先想想看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第第第十八页吧 18页这边有个示意图 18页变成第19页的样子 这两个的话呢 可以 参照一下 待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这个细节部分呢 要怎么做 我先试一下 把那个 范例档先打开 然后试着做做看 待会我们再讲一下 第1个 有关